我們先說超過30塊就叫做會選 這是當年陳定南部長下的一個規矩 這次他送什麼電視腳踏車小家電 10個1000塊的紅包 20個500塊的紅包 30個200塊的現金紅包 通通都超過規定 但是現在問題是這樣 因為他送的時候 就說支持張善政了 那麼檢方說 會選樣態節慶正獎摸彩都算的 所以法律上不是說 這個沒吃的 但是張善政很生氣 他說活動不是他主辦的 獎金不是他提供的 那這個民進黨從他參選後 透過抹黑媒體打壓 讓他非常不齒 他直接嗆了 民進黨 蔡英文要來抓我的話 現在就來抓 敢不敢 你們是不是這個叫什麼 令他所不齒 他還講什麼呢 我真的覺得張善政 你要把這句話講完 他說我在這邊特別提醒 今天報導這則新聞的朋友 提醒 今天有報導這個新聞的朋友 我要提醒你 請你節身之愛 不要加入 禁週刊 禁電視資料 好 這個是今天的自由時報的頭版 那頭版除了有照片之外 其實他有個重點 現場喊凍蒜 那我們現場有非常多人 包括游議員 然後博文 這個都有進選過 對 都有選舉過 選舉其實在選舉年 很多很多的候選人 盡量都避免 比如說重陽節 中秋節 能夠不摸彩 今年大家先不要摸彩 因為我跟各位講 2010年大概就有40個人 就是因為像中秋節摸彩 什麼摸彩 類似這樣子的會選的情勢 大概那一年被罰了 大概1290萬左右 2018年大概罰了更多 2450萬左右 那個都是會選的一個樣態 就是其實就是這個什麼摸彩 摸彩的樣態 那張善政是怎麼說的 張善政他原來的選舉 是採取臥佛的形式 結果他在現在選舉 要採取放棄治療的一個形式 蔡英文是警察嗎 她是我們的總統 她是我們的總統 就算是要去抓你 這個也應該是由檢調單位 去分發 所以他不僅搞不清楚 狀況他連執法的也搞不清楚就對了 好 那其實這個關鍵 然後又得罪了一堆媒體朋友 對 我先講 這個關鍵就在於有沒有對價關係 就是現場有沒有 是不是這個選區的選民 有沒有畫動算 有沒有跟他講說 大家在集齊 誰誰誰選市長 誰誰誰選議員 看起來有 有啊 看起來有 你有沒有提供禮物 來來來 我給各位看 禮物不錯 禮物不錯 這個是寫什麼 張善政禁政 蘇翠玲禁政 然後這個後面 就是蘇翠玲所說的 她過去這個協會已經連辦九年 然後這個後面才是協會 什麼什麼什麼的 協會那個大概問題 就看看她過去是不是有這樣辦 張善政可不可以說 雖然寫張善政禁政 但事實上錢也不是我出的 禮物也不是我出的 那你現場有沒有說 現場有沒有說 你這個其實現場都有錄影錄音的 你如果現場沒有便宜 人家來來跟你講說 化洞酸洞酸 張善政給你那個禁證 送你一台那個摩托車 送你一台腳踏車給你紅包 然後你還說謝謝謝謝謝謝 這個就完蛋了 你不能說順水人情你也要 法律責任你不要負就對了 不要忘記 總統級的會選的話 那你如果被抓到 你就算選上了以後 你也是會被追 你這個位就是你選上了 也會背叛當選無效 而且幫你會選的人 這個案子當中 可能幫你會選的人是別人 別人是有刑責 你是當選無效 所以張善政就算講說 那個禮物都不是我送的 但是你站在台上 你欣然的接受大家動算動算 然後你頒獎 這個其實都跟你有關係 所以絕對不是張善政講 蔡英文你來抓我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而且我剛剛講到 總統級的 如果說一旦會選被抓到的話 罰款是1500萬 然後議員級的 就現在這個書議員級 那你如果具名去檢舉的話 如果一旦這個案子成立 最後也被判刑的話 具名檢舉 檢舉人可以拿到500萬 然後這個案子 如果具名檢舉 你去檢舉也成案 然後最後張善政 假設說他也當選了 也會因此當選無效 檢舉人可以拿到1000萬 所以要供給那天 如果你有在現場 你手上有拿紅包 你有扣那個公民車的時候 你趕快去具名檢舉 有可能你就會拿到1000萬 所以我覺得張善政 今天他回應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這是一部分 他對於自己作為一個候選人 然後這候選人應該有的這個職責 應該有的這個 你到底要遵守什麼樣的法令 他完全搞不清楚 然後第二個呢 是我覺得非常糟糕的是 他的應該就是競選團隊吧 或者是應該是桃園也要選的人 他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就因為紅包被抓到 那今天是 那是謝榮基的侄子 對 謝榮基的侄子 在桃園選 對對對 他馬上就出來 他就盜圖仔 現在他在網路上被說是盜圖仔 他用的這張圖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說 他跟詹江村他們是說 你看 你鄭育鵬也有發紅包 所以不只我張善政發紅包 你看 你看你也有發紅包 問題是紅包裡面包什麼 不是 他真的是有錢 5000塊 可是問題來了 這是人家媒體協會 他們在九一記者節的時候 有協會 那請了所有的候選人 來來來 給各位看 三位候選人 這位是賴香菱 這位是鄭育鵬 這位就是你張善政 你也有站在台上 你也有發那5000塊錢的紅包 但這是完全沒有對價關係 這個跟剛才我們講的那個例子 是非常清楚的 可以做一個對比 那更重要的是 謝克洋你還倒人家圖 那道徒還不好笑 更好笑的是這個 你去詹江村那邊 張善政你已經完全忘記 你九月一號做了什麼事 我不曉得詹善政 這個記憶力這麼差 他還跑去給人家按讚 他跑去跟人家講說 你看民進黨你真的生病了 你也被抓到了 也被抓到了 所以現在 在今天下午一點的時候 其實這個媒體協會 要求張善政 還有詹江村 謝克洋 一等人 你們要跟這個整個媒體協會 要要出來公開說明要道歉 可是呢 我想應該是沒有道歉 所以張善政這個事情 危機處理 他的態度 還有呢 這整個事件 我覺得其實他恐怕又會陷入 另外一個5736的危機 來 東訪你跑司法了 這件事情會不會沉案 我那麼講 沉不沉 沉案你要看兩個城市 第一個這個事情 會不會封案調查 當然會 因為有錢 有喊動算 這個會 那會不會起訴 我就不敢講 因為也有過類似 不起訴的案子 可是我舉一個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新竹 我又在講 用新竹的故事講給你聽 我們知道流水席一定是會選 可是新竹有辦流水席不起訴 我直接講 國民黨現任的立委 政政前委員 他那個時候是議 那個時候 他是議會出來的 那新竹是國民黨黨團 要幫他辦 在投票前沒有 剩下沒有多少時候 辦一個很大型的 超大型的一個流水席 人家怎麼考慮法律責任 所有進場的人 都交代一句話 不要講動算 第二個 不要講拜託 只能講什麼 都什麼 還要米粉不錯 不是米粉 那是辦桌 還要辦桌 那是辦桌 佛跳牆就對了 所以我跟你講說 流水席有沒有人辦了以後 會選不起訴的 有 就這團就對了 要說到這裡 這個有沒有主辦單位 有 國民黨新竹市議會黨團 最後是檢察官司不起訴